从小到大 别打别打 这什么危险 要给我留点 放学补习 补到这儿来了 你学习成绩什么样 你不知道吗 人家问我我都没脸书 还上网 你看看你有个学生样吗 你现在 翅膀硬了 这学你要不上就别上了 儿子 吃块肉 哥 你脸怎么了 没事 是不是又和同学打架了 没有 你以后放学早点回来 你爸老念叨你 他在外边挣钱 也不容易 他有什么不容易的 五点下班 今天都这个点了 还不回家 谁知道他要跟什么 胡鸿公友爽气了 你 我吃饱了 吃饭吃饭 我回来了 快洗手吃饭吧 诶 张生你太敢去上网了 不怕你爸对你 这铁我爸在公司上班的 没事 咋了 你先去吧 没事 我一会儿到 我教你怎么回事 不能干回家待着 对不起对不起 穿着个皮鞋来工地 这不神经病吗 干嘛好酷你工资啊 原来 我爸失业了 爸 你不是 在上班吗 我 别告诉你妈 男人的面子上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而倔强 让他默默地用肩膀 独自扛起了这个家 男子汉大丈夫 为什么 还疼吗 还疼吗 你都这么大了 爸爸该打你 爸 爸爸明年就五十了 也干不了几年了 以后 我希望看你自己 我以为生活中没有风雨 却不知道是因为我爸 一直站在我的身前 为我撑住了所有的风雨 回来了 儿子呢 应该回来了吧 他这放学了 半天也没回来 估计又上网吧了吧 爸 你回来了 这么晚了 你去哪玩的 我跟同学打球去了 赶紧洗手吃饭 今天什么日子 你忘了吧 你生日 你赶紧回来吧 好 儿子回来了吧 还没呢 他说和同学出去了 晚点回来 知道了 哎老姜 干嘛呢 老姜 咋了 放这钱不挣了 孩子 这个点了 还没回家 说是去上网了 你说 我干这个活 有啥用啊 不行啊 你还得养家糊口 没意思 不干了 怎么又这么晚啊 菜都凉了 这蟹都破成这样了 我明天给你买上新的啊 没事 省点钱 爸爸 生日快乐 江城这孩子 一天天的了 算了 由他去吧 哎呀 少喝点 没事 我回来了 你还知道回来呀 一天天的不着家 你都干啥去了 哥你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爸 生日快乐 快点 小胳膊小腿 别在这丢人现眼 你也 你还记得你爸生日 之前总同他身份证去上网 他身份证号我都能背了 哥 你哪来的钱啊 这是男人的秘密 臭小子 那我怎么办 这个家的担子 该让我分担心 我愿意切 还你岁月长流 妈好了 快吃饭了 我爸外出工作了 我家里有事 我都押在了我妈的肩上 妈妈再见 无论他多么的辛苦 却还是用一张笑脸 能接着 我不饿了吧 回来了 你俩饿了吧 我给你俩弄饭吃啊 妈 吃什么 吃好吃的 来来来 吃饭 其实有时受了委屈 他也没有任何抱怨 怎么这么甜啊 是啊 怎么会啊 我可能是把糖当成盐了 我再去做一份 怎么做个饭都能这样 久而久之 我们把他的付出 当作理所当然 妈 我被女人来了 冷不冷啊 不冷 我都多大了 多大 在妈心里也是宝贝 妹来了 冷不冷啊 不冷 把衣服脱了 静歇会儿 就要给 妹 你这手怎么动成这样了 洗一做饭的 没事 赶快捂我 就是 快捂我 今天怎么了 都大惊小怪的 没事 来 先来打发手啊 我来 你在这歇着 我去 我去吧 对 让小程去吧 他笨手笨脚的 他不行 啥不行的 这么大人了 干着家务 怎么了 就是 他年轻让他干 你就好好歇着就行了 咱们这么大的时候 啥家务都能干 这时我才能干 太宠孩子了 原来在家里 起早贪黑的妈妈 也曾是另一个家的公主 她也需要一份关系 和爱好 有多少人 知道穷 爸 这次美术比赛 我拿了第一名 我们老师说 我很有机会 卡上重要美元 真不错 闺女 你哥 大学要交学费了 知道啊 怎么了 家里没钱了 你哥学费 和你学画画的钱 能借的我都借遍了 只够一个人的 那凭什么是我 哎 闺女 怎么了 小妹 怎么了 爸妈 小韩 假期咱们去写生吧 我跟小南他们都商量好了 小妹 给你 我先走了 哎 小孩 哎 他爸 你说孩子他亲爸妈找来了 咋办呢 看咱闺女 愿不愿意跟他们走吧 原来 我才是那个多余的 哥 收拾行李呢 是啊 不是还有半个月才开学吗 这是给你的 在大学里面也要好好吃饭 你哪来的钱啊 我把我画 画笔 颜料板什么的都卖了 反正以后也用不到了 也是 那我先帮爸妈做饭了 等一下 你那套早该换新的了 哥 你这是 拿去教学费吧 喜欢了这么多年 那也好 怎么能让你说放弃就放弃呢 呢 还有这个 黄山 之前听说你们要去写生 算了 小韩不去就不去吧 哎 你看 现在黄山上有个长得很帅的小哥哥在扮演李白 哇 他好帅呀 好像还可以和他一起对诗写符字 好浪漫 那我们赶紧买票吧 黄山 你也去吧 哥给你买票 小傻子 哭什么呀 天明还来 我哥哥不照顾妹妹 你是乔宇吗 就是乔宇 是他 我找到你了 哎 你们干嘛呀 你掀起来 我找到你 我是你爸爸 这件事还是让小韩自己做决定吧 那等走吧 小韩 你送送 你爸妈吧 让他回去 总比跟着我们过苦的日子好 爸 闺女 她们 确实也能跟隐 更好的生活 你不要有压力 我和你妈 都会支持你的决定 就是 以后有空 回来看看 你妈她 会想你的 那天晚上 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这个家的一切 仿佛都变得陌生了起来 早上出门的时候 看到他们三个 就在客厅坐着 我这去给妹妹收拾书 别急啊 我去给小韩下一碗 他爱吃的鸡蛋面 小妹 这些都是你爱吃的 拿着路上吃 还有年货 这些拿着送给叔叔阿姨 这么多 得多少钱 没多少钱 别哭别哭 以后你想吃什么 跟哥说 哥给你买的送过去 面好了小韩 多少吃点 别空着肚子回家 回什么家 这里就是我家 我哪也不去 我就是你们的女儿 你们别不要我 我哪里也不去 哥 除了好吃的 我还想要一个 小蛙虎的娃娃 好啊 你喜欢的 给我都给你买 虽然 我没有住过妈妈的肚子里 但是 这些